刚才咱们就是说可以用一组权重参数 然后跟咱们的输入数据进行一个组合 组合完之后 是不是说咱们相当于完成了这样一个线性分类的操作 可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相当于画了这样一条线 我们可以说现在左边属于一个类别 现在右边又属于一个类别 那对于有很多种类别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画很多条线 有红色的线 有蓝色的线 有绿色的线 那么其实这种线性的分类的方式 就相当于我先找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边界 通过这样W权重参数 找出来这个倾斜度是什么样 然后再通过这个B去找一下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它跟Vidual这样一个焦点值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划分的区域了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你是不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个输入样本 它得出来最终一个得分值 这个得分值它是不是效果不好 它效果不好是不是说我们预测错了 那对于这种预测错了 我们该怎么办 预测错了是不是说我们要想办法给它改正过来 咱们要能够达到一个知错能改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该怎么样评判这样一个标准呢 咱们举这样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来说一下这个损失函数的意思 首先咱们现在假设有三个输入分别是这样一个 第一个小猫第二个是奥迪车第三个是一个小青蛙 我们来说当前这个猫它得有一个预测值 就是说这个猫输入到咱们的神经网络当中来 它会预测出来这个注入图像 比方说一号图像二号图像三号图像 一号图像它有属于这个猫啊汽车啊 还有青蛙三个类别得分值 二号也有属于三个得分值 三号也有属于三个得分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损失函数 这里啊咱们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 咱们不去说这个具体损失函数 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就先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一下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来去评估一下当前的一个损失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有一辆汽车 然后呢还有一辆还有个猫还有个青蛙 对于当前第一个输入来说 第一个输入啊我算完了之后 是不是说我可以算出来 它属于猫的一个得分3.2 属于汽车得分5.1 属于青蛙得分负1.7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算这样一个事了 我当前的这个输入 它属于正确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跟其他所有错误类别得分值的一个差异情况 我们要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输入 它属于啊就是说属于跟label对应的 就是属于猫这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跟属于汽车和属于青蛙的一个得分值 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差异是多少 如果说差异比较大 或者说是 如果说它的一个正差异 就是说咱们来看吧 我们是用什么算的 我们是用这样一个减法操作吧 就是说正确分类 它是一个3.2分 错误分类是5.1分 那你错误分类的一个分 是不是比正确分类的分还要大呀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你就分类错了 分类错了 必然会有这样一个损失值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损失值计算出来 后面我们看 这盘不光是计算了一个减法 不光用这个5.1减去了3.2 又加上了这样一个1 加上这个1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再定义一个可容忍的程度 比如说在当前的一种决策模型下 我认为我最小的一个容忍程度是1 你一定要比我这个还小 你才能没有损失 所以说我最后又加上了一个1啊 其实这个咱们可以加上这样一个data 这个data等于1也可以 等于10也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去指定这样一个值 那么第一个我是看一下咱们当前的这个猫跟这个汽车的一个差异吧 然后呢我要看一下这个猫跟这个青蛙的一个差异吧 就是说就算两步 第一步第二步啊 有这样两步过程 在第二步的时候啊 咱们来算一下 属于青蛙的是-1.7 属于猫的是3.2 那是不是说我猫的值要比青蛙的值得分大呀 得分大说明我预测还可以 那这个时候损失多少呢 是用这个-1.7减去3.2 它是不是一个负数值啊 大概等于一个-4.9吧 -4.9再加上一个1等于-3.9 然后呢我们要求一个max值吧 如果说求出来的损失值小于0 我们就不管它了 小于0我们认为没有损失 所以说我们只去计算出来那些损失值大的 就是说损失值最终我们有这样一个max函数跟0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说它比0大 我们才认为有这样一个损失 如果说它比0小 我们就认为它是没有这样一个损失的 在这里呢 对于当前这个猫来说 它的损失函数的值就等于2.9 那后面咱们要看这个汽车啊 这个汽车同样来说 它有一个汽车正确分类的得分是等于4.9的吧 我们还是这样计算啊 1.3减4.9啊 再加上这样一个data 加上一个容忍程度 然后呢还要再加上一个max 一个2.0 再减去4.9 再加上1 我们看这是2.0 这是4.9吧 都要进行一个相减操作 就用错误类别得分值 减去这样一个正确类别的得分值 最终呢 再加上这样一个可容忍程度 最后我们就得出来 它最终的一个损失函数值吧 最终损失函数值等于几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4.9 它要是它比这个2.0还大了挺多吧 比1.3呢 还大了挺多 超过都是超过咱们这个容忍程度的 这个4.9 无论它和2.0和1.3比 都是超过咱们中忍程度的 所以说 这个4.9呢 它的分类效果比较好 分类效果比较好 它最终的损失值等于多少 损失值就等于0的了 再来往下看 再来往下看 就是说 咱们现在又是对这个青蛙 这个青蛙咱们来看 它有些特别了 它属于青蛙这个类别得分 是等于-3.1吧 属于其他两类得分呢 都是正的 那显然属于青蛙的得分值太低了 低成一个负数了 那这个时候 它的一个损失值会不会很高呢 还是通过刚才这样一个公式 咱们计算出来了 损失值等于多少 损失值等于10.9吧 这个损失值等于10.9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当前的这个损失函数值比较大 损失函数值比较大 说明咱们预测的结果不好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得分值啊 也可以看出来 咱们现在的一个 现在的预测效果好不好 是吧 现在的预测效果好吗 负的3.1 其他都是正的 所以说 现在的效果显然是不好的吧 那么这个损失函数 咱们就可以用来评估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预测效果了 如果说预测效果比较好 能够超过咱们的一个周忍程度 那它的一个损失值就是约等于0的吧 那随着这个损失值逐渐往上升 是不是说 咱们模型的一个效果逐渐在下降啊 因为你预测的越来越不准了 就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损失函数来去衡量一下 你当前这个模型到底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里啊 就给大家形象的画了这样一个图 就是说 我们看啊 咱们现在有一个蓝色区域 有一个绿色区域 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区域 假设说一个点啊 它预测结果落到了一个绿色区域 那么绿色区域和红色和这个蓝色区域之间的一个差值 它是不是要大于这个delta 大于这个delta 就是说咱们现在损失值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红色区间上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预测结果还可以 但是呢 没有大于这个delta 所以说它的一个效果啊 还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是特别好 一旦呢 咱们sucker值是比较高的 sucker值越高 离错误分类的值就越远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一个损失值就是越小的 好 然后啊 刚才咱们说了一下这个损失函数啊 它就是 可以写成一种表达性式的形式啊 就是说 我们最终的损失函数 要把所有的样本都算出来 我们看 有一个i等于1到n吧 因为咱们要算的是一个模型的效果 那对于一个模型的效果来说 显然我们是不能用一张图像 或者说是用三张图像来进行一个代替的 我们需要先进行大量的测试 比如说 我用n张图像 这个n可能没准是比较大的 是300个500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先把这300个和500个的一个总体的损失函数值算出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求和的操作啊 在这个求和操作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损失函数值整体的求这样一个和 求完这样一个和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前面是进行了一个除法操作吧 我们最终又处以了一个n值 就是说最终的一个损失函数值是跟样本的个数没有关系吧 一个模型它是好还是不好 跟你拿多少个样本进行测试有关系吗 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吧 所以说我们还要刨除样本个数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啊 在最后我们又乘上了这样一个n分之一 去刨除一下样本的一个个数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的 好 好 好